阿嬷!阿嬷! 我是睡着啦! 那你怎么不可以吃? 不只会脚麻,糖尿病病发神经病变不容小觑 糖尿病的病发症中,最常发生的是神经病变,却常常被忽略 好心肝门诊中心主治医师曾宇婷指出 典型的周边神经病变症状包括从手脚末梢对称性的麻、刺痛、感觉异常、温度感觉变差等 神经病变虽不致命,却大大影响到生活品质,甚至会增加足部溃疡 节肢的风险,实在不能轻忽 另外糖尿病也会引起自主神经病变,包括胶感及腹胶感神经 牵连道的范围包括心血管、肠胃道、生殖蜜尿、皮肤汗腺等,影响甚是广泛 其中,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最值得注意 可能会导致心律不整、心肌缺血、增加糖尿病患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及死亡率 若病人在起立时有头昏、晕厥感等低血压症状,或休息时心跳高于一分钟一百下 就需要进一步评估是否有自主神经病变 糖尿病神经病变大多是不可逆的,治疗上以药物症状治疗为主 长期的中高强度运动每周至少4小时,可能可以改善神经病变 最重要的其实是预防,好好控制血糖、血脂、血压,可以延缓神经病变的发生和进展